由于暴风雨的袭击,星期一晚上,洛杉矶消防人员在洛杉矶北部郊区艰难营救了一名被洪水围困的70岁男性。 现场画面显示,这辆SUV半个车身已经静默在水中,汹涌而来的洪水不断拍打车前窗。 消防员将这名司机从前排副座位置救出,为他穿上防水和固定的装备,然后通过特制升降带把它运送到救援车辆内。 报道称,司机在暴雨中行驶时为了防止意外而打开了车窗,没想到洪水巨大的冲击力将安全气囊打开,车辆被迫停留在积水中。 这名男性稍后被送往医院,并无生命危险。 晚些时候,当地另一条街道上还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地面塌陷事故,两辆车坠入坑洞中。 其中一辆车内,两人自行逃生成功,另一辆车内的一对母女也被消防人员救出送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